新生毕小婷首演以来时光飞逝 转眼已经过了四个多月 多亏了美母的帮助 毕小婷在网络上的活动一切顺利 也举办过好几次小型演出 因此路比也不再觉得待在班里不合群 还兴奋地询问好友美奈美和福利路 现在自己是不是已经算一个独当一面的艺人了 这让美奈美颇为意外 直言自己没想到路比如此在意这种事 路比也大方承认说这是当然 因为以往大家聊演艺活动的时候 自己总会产生一种疏远感 完全插不上话 但福利路却觉得和同行聊天才比较尴尬 美奈美也觉得有那么点 这让路比大为吃惊 于是美奈美便详细地解释了起来 说自己时不时就会抱怨一下工作 但同行却总能听出炫耀的意思 福利路也立刻举例补充 说自己很想满不在乎地提起 昨天演员唐山君私信邀请他出去吃饭的事 结果立刻被美奈美戳穿 这就是在炫耀 福利路也大方承认 路比则在一旁吐槽 福利路说的事情和自己要聊的 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事 就这样 三人又围绕福利路要不要接受唐山君邀请 聊了起来 福利路直言 自己听说唐山君玩得很开 美奈美也补充说 他还私信邀请过出演陈间剧的奈奈美 路比则一如既往呆呆地听着大老八卦 他和福利路的关系 已经从一开始的诚慌诚恐 变成了现在逐渐熟络 中午一起吃饭的交情了 演艺科意外地 不会因为走红与否之类的原因产生等级关系 反倒是因为互相熟知彼此的恋爱关系 产生类似命运共同体的强烈伙伴意识 但在不同的年纪之间 却反而像是体育社团一样 有着很强的上下观念 一般科的女生视线有时候也会有点扎人 这样路比对是否去阿窥亚所在的一般科教学楼产生迟疑 不过相比他 加奈显然更想跑去看看 由于参演了线炼的缘故 一般科的阿窥亚明显成了引人瞩目的存在 班上同学好奇地询问他为什么会抱一般科 阿窥亚则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成为演员的打算 这样同学更加不解 毕竟他知道阿窥亚参演过电视剧 还要在未来的东任舞台剧中登场 在同学看来 阿窥亚是因为既有颜值又有才能才从事着演员工作 但阿窥亚却坚持表示自己并没有在演艺圈打拼的才能 说他只不过是碰巧成商浪头出现在聚光灯下而已 而这种情况必然只是一时闪耀转瞬即逝 要继续生存下去艰难得很 对于阿窥亚的想法 同学似懂非懂 路比则是完全不懂 他不明白为什么阿窥亚口口声声表示自己不打算当演员 但这方面的工作却越来越多 也不明白他和赤音的工作情侣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路比看来 阿窥亚简直就是堪称女性公敌的大渣男 以至于他不禁有点心疼赤音 并下定决心 如果能见到他的话 一定要对他温柔点 甚至很是期待见到这个女生 此时的路比正在母亲爱的幕前 诉说着他踏入演艺圈至今发生的事情 并下定决心 总有一天要站在妈妈没能站上的巨弹舞台 在那一天到来之前 作为偶像拼命努力 要看着我 妈妈 东任舞台剧工作人员碰头当日 同属没婆肉的阿窥亚和加奈 结伴前往剧组 加奈聊起拉拉赖剧组 给人的印象比较硬派 没想到他们肯接受2.5次元的企划 阿窥亚则表示 这次出演阵容有一半都是外部的 并告诉加奈不用那么紧张 被戳破的加奈连忙否认 随后迎面走来了一个 让他和阿窥亚都非常紧张的男人 名导梅尔特 看到梅尔特的加奈尴尬地打了招呼 梅尔特也愣了一下 随后告诉二人 这部舞台剧的外部演员都是迪姆介绍的 因此自己和加奈阿窥亚一样 都是迪姆组成员 这个消息令二人瞬间露出了 生无可恋的表情 沉默良久 你们这迷之沉默 唉 我也不是不懂啊 反正你们肯定是在想 这个半点演技都没有的家伙又来了 今天的噩梦又要冲演了吧 梅尔特只言不讳地戳穿了二人的心思 这反倒是让加奈有些不好意思 而后梅尔特又有些底气不足地表示 那是自己第一次接触表演 距禁已经有九个月了 这阵子自己姑且还算是用了点工 至少自认为会比之前像样点 因此不求二人既往不咎 只希望他们再发现自己哪里不行 直接指出来就好 随后率先进入了摄影室 这样加奈感到有些意外 进入摄影室后 梅尔特礼貌地自我介绍 并表示自己要扮演的是克这个角色 随后加奈和阿库亚也自爆加门 便见到了舞台活动运营方负责人雷田 大家都来得好早呀 明明还有十分钟才到点呢 看起来大家都来齐了 就开始介绍吧 我的名字是雷田 是这部剧的总负责人 这边是担任舞台导演的金匠 众人顺着雷田伸手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胡叉大叔出现在了眼前 他正是拉拉赖负责人 56岁的金田一敏郎 随后雷田又向大家介绍了编剧《够》啊 有着丰富2.5次元经验的演员 鸭志田硕叶 以及拉拉赖剧团的演员 三田继夫 画野牙医 吉富小雪 林园木色 传呼龙马 以及被称为头牌演员的黑川赤音 而最后要介绍的 则是这场舞台剧的男主演 拉拉赖的唯一招牌演员 帝国戏剧奖最优秀男演员 月酒主演演员 被冠以如此多头衔的演员 年仅19岁 此时正坐在地上 被金田一猛踹一脚大骂蠢货后 才缓缓站起身来 唉 抱歉 我是负责这部舞台剧主演的 角色叫什么来着 唉 算了 我是鸡川大灰 多关照 鸡川大灰说完 便又坐回了墙角 而看到她的瞬间 阿奎啊 DNA动了 由于主要人员都已经到齐的缘故 拉拉赖负责人金田一 建议直接开始剧文为读 并给了演员们 以阵子自由准备的时间 随后赤音立刻跟工作男友 阿奎亚问候好久不见 莫名诚实的阿奎亚则表示 也没很久不见 毕竟之前偶尔会有一起出门 拍交往证据的时候 这样赤音不免有些尴尬 这 这倒也是了 不过又能和你一起工作 人家真的很开心嘛 毕竟先练的时候 总是给你添麻烦 不过舞台剧是我的本行 这次就由我来帮助阿奎亚吧 聊起工作的赤音 变得从容了很多 但被阿奎亚评价 看起来很有自信后 就又变回了 往常怯怯的样子 称自己还差得远 但这次舞台剧 毕竟有很多和阿奎亚 一起出场的机会 所以她希望 阿奎亚如果遇到了问题 可以不用有什么顾虑 多找自己来帮忙 阿奎亚也礼貌的感谢赤音 并表示自己有问题 一定会找她帮忙 而看到二人相近如并样子的加奈 则一脸吃了苍蝇的表情 注意到加奈有点不对劲的梅尔特 上前搭话 但搭话的内容 却是先连真人秀 说自己听说阿奎亚和赤音在交往 结果立刻打开了加奈的画匣子 那 那个好像只是因为 要顺着节目演出走 结果不得不变成那样了吧 而且我听说 那也不过是工作的延伸而已哦 毕竟才刚刚亲过 要是马上就拉开距离的话 也会引起粉丝的反感吧 虽然感觉他们的关系 好像真的很好就是了 不停解释的加奈 说着说着便破防了 不清楚状况的梅尔特 更是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 疯狂攻火 说阿奎亚和赤音扮演的角色 在设定上就有婚约 因此选角也必定是瞄准了这一点 还问加奈 这种和现实对应起来的关系 不也挺好吗 结果遭到了加奈 言辞尖锐的反对 这种把演员的现实信息 跟剧中角色混同起来的做法 只会干扰观众的视听 我可欣赏不来呢 一般来讲 明明让所有观众 获得一致信息的表演 才能最大程度的 对尽可能多的观众 造成触动的说 做宣发的 总是喜欢搞这些 效果存疑的噱头啊 在这一点上 和前两个世纪相比 毫无长进呢 加奈毒舌的吐槽 让梅尔特大吃一惊 毕竟她印象中的加奈 脾气好得很 在片场总是一副 和施老的样子 加奈则表示 那是因为自己当时 算是演员的代表 不想搞坏片场气氛 现在才是她本来的样子 明明不用顾虑这么多的 要是你一开始就别客气 有话直说的话 说不定我也能早点 察觉到自己不行 呃 不对 这只是在找借口 还是当我没说吧 不过我们同台演出的 戏份很多 就让我用演技 来证明自己吧 就这样 梅尔特下定决心 一定要让加奈 和其他观众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东任是一部讲述几个团体间 不断竞争冲突 并在一次次战斗中 渐渐对彼此萌生出感情的 王道战斗系漫画 游马加奈的角色 归属于主角异形所在的新宿集团 赤音和阿奎亚所属的色谷集团 则是挡在他们面前的敌人 这次舞台剧的主线 是两个团体激战的色谷抗争片 阿奎亚和加奈只有在最后几个场面 有同台表演 赤音和阿奎亚是不是会感到遗憾 毕竟加奈和阿奎亚 看起来关系不错的样子 今天也是一起来的 结果阿奎亚立刻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并不会 那家伙一说到表演 就热血的不得了 真的很吓人 如果出场错开的话 陪他啰里巴索的机会 就会大大减少 还挺好的 阿奎亚的话 让赤音既欣喜又疑惑 他反问阿奎亚 聊表演难道不是一件 十分开心的事吗 还说自己可以无穷无尽地聊下去 阿奎亚则一脸疲惫地表示 饶了我吧 会这样想的 只有对表演满腔热情的人 而自己没有这种热情 能站在舞台上的 基本上都是那种喜欢表演 会真挚面对表演的家伙 而我不一样 表演对我来说 只是接信与爱相关真相的手段而已 是为了接信金田一鸣狼的手段 就在阿奎亚这样想着的时候 金田一鸣狼回来了 见剧本唯独即将开始 阿奎亚和赤音一起过去 赤音则让他等自己一下 随后闭上眼睛进行入戏准备 等到赤音重新睁开眼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变了戏场 就这样 剧本唯独开始了 雷田和金田一边看着青年演员们的表现 边讨论 二人都觉得 这次没有任何人拖后腿 拉拉赖成员和加奈都是资深演员 他们演技出色理所当然 最让人担心的梅尔特 现在也是相模相样 第一次接触舞台剧的阿奎亚 则很擅长注意配合周围的情况 演技可谓滴水不漏 没有任何破绽 金田一感叹 狄默安排的人很靠谱 雷田则聊起了加奈和赤音 说他们不仅是同一时代 还是先后展露头角的天才 一想到二人同台标系 就期待直拉满 而且这两个人 一个是完全沉浸到角色中的进入型演员 一个是能够完美配合旁人表演的适应型演员 就连表演方式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从目前的表演来看 雷田觉得赤音的水平更胜一筹 但身为油麻粉丝 还是希望他不要输 金田一则表示 这可不好说 毕竟拉拉拉这边 还有鸡川这位年轻影帝在 此时的鸡川整轻轻卷起剧本 思考片刻后用力一挥 而后整个人都变成了 其所饰演的男主角 看得身旁的家奈目等口呆 你是叫球马来着 不用瘦瘦瘦脚 放开了来演吧 面对鸡川的邀请 加奈欣然应邀 二人就这样当即狂飙了起来 演得忘乎所以 双双风魔 一旁的观众也都被他们的演技和气势震慑 其中就包括阿库亚 狂飙结束后 鸡川又邀请加奈一起吃饭 加奈依旧欣然应允 称自己还有好多事情要请教 还拉上同台戏份很多的梅尔特 旁边的吃音 则依旧陷在刚刚的震撼中 无法自拔 千诶 明明直到前不久 还是以配合他人为优先的 表演方式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锋芒毕露 明明之前的他 还是不能表演出这种激烈大胆 仿佛用整个人诉说 看着我爸的女孩啊 是有了自信 觉悟 还是因为成了偶像 插住了某种东西 吃饮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今天一正在和雷田聊拉拉赖剧团的事 他直言最近拉拉赖 有种陷入停滞的感觉 而且2.5次元企划和引入外部演员 都是他用来刺激剧团演员的必要方法 今天一了解自己剧团的人 那都是一些不服输的家伙 因此看到刚刚那样的情景 不可能毫无触动 只要看到了那个 就会开始拼命思考 怎样才能战胜那种对手 只要他们还身为演员 而此时自诩不是演员的阿库亚 也在拼命思考着什么 动任舞台剧大概留出了一个月左右的排练时间 中午集合晚上解散 每天排练时间大概六七个小时 因为日程紧张的演员有不少 所以很少会全员到齐 特别是几位主演 由于其他工作也很多 所以厂长会缺席练 为了不影响其他演员的排练 而雇佣替身演员的例子也不少 不过由于戏剧人往往十分热爱戏剧 也有不少人 仅是只有晚上能来 也尽量参加 比如鸡川 此时的他就风风火火地赶到了排练现场 在对自己的替身演员表示感谢后 迅速进入排练状态 便向加奈询问 剧本里自己不会读的词 一旁的梅尔特 也顺便得到了科普 随后二人一同感叹 加奈博学多时 加奈则无奈地表示 知道这些很正常 并吐槽演艺圈文盲特别多 还质问二人 为什么平时不多读点书 对于这个问题 鸡川的回答是 自己有阅读障碍 一般只看影视作品 梅尔特也立刻申表认同 说自己就算是读书 顶多也就是看漫画 这样加奈更加无语 这是舞台剧 东任排练第三天 排练现场也逐渐形成了小团体 比如刚刚三人组成的主演组 加奈证苦口婆心的 训诫鸡川和梅尔特 不要因为当戏吃就变成白吃 还说要给二人推荐一些书 并再三强调一定要读 除了主演组之外 现场还有拉拉赖组 龙套组 以及坐在墙边一个人发呆组 我家男友完美的处于孤立状态呢 他是不是不太会和人相处啊 这满意而出的阴暗气场也太强了 总觉得有点亲近感 正在这样想的赤音 发现阿奎亚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主角组 于是询问他是不是在看加奈 却不了阿奎亚竟立刻承认 这样赤音更加别扭 就在赤音吞吞吐吐的想告诉阿奎亚 自己姑且也算是他对外公开的女友之时 阿奎亚的声音甩先传来 油妈有配合其他人演技水平的习惯 毕竟他过去因为演技当中的自我表现欲太强 随后落到失去工作的地步 或许这就是他为了在这个业界中继续生存 而采取的策略吧 至今为止 他身边都是写演技不温不火的演员 因此他也只能展现出不温不火的演技 但这次和他对戏的是鸡川 拉拉赖的招牌演员 如果他去配合那个人的水准的话 赤音 你想过赢有吗对吧 这样下去的话 你会输掉的 而且还会输得很难看 不管阿奎亚是否故意 他都成功激起了赤音的对抗心理 听闻此言的赤音瞬间气鼓 阿奎亚见壮子无奈地表示 想发火就发火 还吐槽包子脸的赤音像个小孩子 可是这样下去的话 阿奎亚你不是也一样 收回包子脸的赤音反问阿奎亚 阿奎亚则一如既往地表示 自己压根没打算赢 也不觉得能赢过那种有才能的家伙 这样赤音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轮到赤音排练了 他在今天一面前 以阴郁而纠结的气场 念出了翘机的台词 请把新宿的那帮家伙全部杀了 一个不留 但今天一却觉得 这部分应该表现得更激烈一点 从而配合其他人的情绪氛围 虚心接受意见的赤音 立刻改变演出方式 以得意放肆的语气 重新说出台词 这次虽然得到了今天一的肯定 但赤音自己却觉得 不是那么合适 他又看了看 全身心享受表演的加奈 心情便更加复杂了 在赤音看来 这次的剧目对他来说 稍微有点难发挥 因为翘机这个角色 在原作中本就没太多戏份 尽管一开始作为刀鬼未婚妻登场 但因为刀鬼和敌对势力建议的 CP人气上升 导致翘机和刀鬼的互动戏份被挤压 一言蔽之 就是所谓的败犬女主 到了原作的最新化 连婚约这一设定都快要被无视了 可以说是个相当不受重视的角色 赤音询问资深2.5次演员压志田 是不是男性都喜欢建议那种表情丰富又活泼的女孩子 并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压志田还告诉他 原作业给人一种快要切换CP线的感觉 这样赤音更加焦虑 并与翘机产生共情 感觉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 到最后 一切都会被剑怡这样的女孩子夺走 赤音尝试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分析 挖掘翘机 但由于这个角色出场较少的缘故 根本没有什么可供分析的材料 赤音想通过脑补要素来填补角色的空白 但自己通过独漫画所理解的角色 却和剧本有相当大的差异 舞台剧剧本里的翘机 可以说和原作角色毫无关系 只是一个脸不化的功能性角色 本来这位公主性格内向 对杀人这件事十分苦恼 是个心怀有欲的温柔女孩子 但舞台剧却将她设定成了 一个对厮杀相当积极的疯女人 虽然改编过程中 这种情况难以避免 但赤音很同情 这个在原作中就很边缘化 舞台剧还成了改编 牺牲品的可怜角色 真是可怜啊 翘机 我倒是很喜欢她就是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既然原作者老师 也说这样就可以了 也只能照这个眼了 就这样 痴音接受了现实 而东任漫画的原作者 现在正在与恩师 吉祥斯赖子喝酒 这位就是东任漫画的原作者 22岁的女漫画家 教导阿鼻子 此时的教导阿鼻子 整客气地感谢恩师 在百忙之中抽空受邀 前来见自己这种小人物 吉祥斯赖子则表示 自己只是个月刊连载作者 只要不是截稿日逼近 就嫌得很 还说虽然阿鼻子 以前是自己的助手 但现在已经是 独当一面的顶流漫画家 和他比 自己才算是 无法忘记相悲的小角色 这个量级的人要求自己喝酒 怎么可能不来 寒暄一番后 吉祥斯赖子直接切入正题 询问阿鼻子找自己有什么事 于是不善言辞的阿鼻子 说明了自己的请求 老师 您动画画的经验 和电视画的经验都有 我还是第一次 什么都不明白 虽然有很多意见想说 但也不知道该说到什么地步 这次动刃刚好舞台句话了 能不能稍微 怎么说呢 就是 老师 舞台剧排练的参观 能不能请您一起来呢 答应阿鼻子 以及看舞台剧排练请求后 赖子准备结账 奔向下一滩 阿鼻子则弱弱的表示 明明是自己邀请的赖子 到头来 却让赖子结账 这实在有些不好意思 但赖子却对此毫不在意 直言结账这种事 就应该是年长一些的自己来 你赚的比我多这点 我当然知道 不过就是给我个面子吧 好了 去下一探 就在赖子准备离开的时候 阿鼻子又提出了一个请求 他想先去刷个牙 因为吃完东西 不马上刷牙就会不舒服 赖子很清楚 阿鼻子这个奇怪的习惯 于是立刻答应 就这样 阿鼻子钻进了洗手间 赖子则看着他的背影 感慨了起来 即使是怪人抓队的漫画界中 阿鼻子老师也算得上是 尤为奇特的一个人 如果是漫画的话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 靠自己一个人也能画 但影视画 舞台画之类的过程中 会牵扯到许多其他的人 因此也考验着沟通能力 全部交给现场 自己甩手不干的话 现场就会肆意妄为 这固然是事实 但因为原作者胡乱指挥 导致现场陷入混乱的例子 也实有耳闻 所以 干涉到什么程度为好 这个分寸也是需要把握的 而在这一点的话 阿鼻子老师就 赖子想着想着 也突然决定上个厕所 并在进门后 发现了神奇的一幕 阿鼻子在用两个牙刷刷牙 对此 他的解释是 这种双重刷牙法 能够节省时间 这样一来 赖子就不会等太久 这样赖子再次感叹 他真是个怪人 还默默祈祷东人舞台剧 不要出什么乱子 新的一天到来 舞台剧排练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编剧够啊 也来到了现场 金田一关切地询问 哥娃状态如何 哥娃则抱怨起了 睡眠不足的问题 乘自己接的另一弹剧本 日程现在一团糟 对面说 要在今早之前 赶紧修正好发过去 这样金田一深表同情 见编剧就在现场 又听说原作者 今天也会来 阿奎亚和赤音便聊起了剧本 赤音询问阿奎亚 觉得剧本如何 比如和原作不太一样的部分 阿奎亚也坦言 这已经算是很重视 原作的剧本了 和自己之前拍的 金田相比 大概靠谱个90倍 这样赤音不禁同情起了今天 而看出赤音想法的阿奎亚 则建议她如果有建议的部分 不如直接去和编剧讨论 这样既有效果 又有效率 但赤音显然不打算这么做 那怎么行 演技的指导是舞台导演负责的 把这套指挥系统搞乱了肯定不行 如果一堆人对演员指手画脚 演员也会陷入混乱对吧 演技指导的对象 还是只认识一个人比较合适 而且就连演员之间互相指点对方演技 金田一先生都很不乐意见到呢 就在赤音不停解释的时候 阿奎亚已经来到了金田一和歌王面前 并告诉二人 赤音有几个关于剧本的问题要问 还说如果金田一先生 也能作为舞台导演 提出一点意见就再好不过了 这样一来就同时征求了两个人的意见 不会破坏规矩 就这样 在金田一和歌王的允许下 赤音拐弯抹角地 提出了自己关于翘姬的看法 编剧则立刻切中要点 问她是不是感觉翘姬比原作好战了很多 并解释说自己写到这里的时候也很烦恼 但如果要将翘姬的纠结 转化到戏剧形式的话 虽然不是做不到 但太耗费演出时长了 要把在漫画中 用一个大格子表情就能传达的心情 呈现在舞台上 让坐在远处的观众也能感受到 就必须耗费相当长的表演时间 这本来就是登场人物众多的群像剧 其中又交织着种种错综复杂的思绪 要将这些全部塞进大约两小时的时长内 就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简化和重新整理 不这么做的话 每一步都会变得松散 作品也会变得难于理解 无法很好地传达给观众 如果一切都保持和原作一致就好的话 那也不需要编剧这个职业了 为了确保高潮部分 就必须要对其他要素进行取舍 毕竟我也是原作的粉丝 要下手进行改动 我也很不情愿的 不过干这种脏活也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吧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既然实际表演的是黑川小姐 如果有不能释怀部分的话 我现在再修改一些 也不是不可以 各位有些无奈地说着 一旁的金田一则立刻警告她 不要浇灌演员 称自己也读过几卷原作 如果在这个地方 掺杂一些翘机的心情 那毫无疑问会形成杂音干扰 影响到戏剧整体 这样的话 不如把角色演到活泼一些 让故事的对立构造 变得简单易懂 这样一来 精彩的部分就能变得更加鲜明 从而更好地吸引观众目光 金田一肯定了 构儿作为编剧的判断 称这是自己采取这个剧本的原因 还告诉赤音 她在这部戏中的作用 不是对观众展示人物的深度和魅力 而是要让人物之间的对立关系 变得简单易懂 就这样 赤音只能接受现实 而就在此时 雷延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 并带来了三个谈班客人 赖子 阿鼻子 和阿鼻子的编辑 作为原作作者的阿鼻子 本想亲自和大家打招呼 但由于社恐的原因 只是吞吞吐吐地 说了句大家好后 便再也张不开嘴 只能由赖子帮她自我介绍 见到赖子的加奈 立刻上前打招呼 赖子见到加奈也十分喜悦 随后还亲切地与阿奎亚打招呼 但面对主动和自己打招呼的梅尔特 却是另一副态度 仿佛看到了有血海深仇的人 一句话都不想多说 这样梅尔特颇为受伤 阿奎亚则安慰她说 这是没办法的事 毕竟在原作者看来 梅尔特之前糟蹋角色的表现 和杀心之仇没什么区别 在赖子与加奈叙旧的时候 痴音已经来到了阿鼻子面前打招呼 却不料刚打算做自我介绍 阿鼻子便迅速躲在赖子身后 见此情景的赖子 连忙告诉阿鼻子 要好好打招呼 阿鼻子却表示自己做不到 因为她一和帅哥美女对上视线 就慌得不行 就这样 在雷田的安排下 二人入座观看排练 看着演员们出色表现的阿鼻子 眼中渐渐焕发出神采 见此情景的雷田立刻询问她 感觉怎么样 阿鼻子也颇感欣慰地表示 大家的演技都好厉害 应该能成为一场出色的舞台剧 还说演员们应该拼命练习很多遍了 换成自己肯定做不到 就在赖子觉得 接下来应该会很顺利的时候 阿鼻子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正是因为这样 才有那个对吧 得由我说出来才行 剧本的话 能劳烦再修正一下吗 阿鼻子的话让雷田冷汗直流 颤抖着表示当然可以 并询问阿鼻子要该哪些 就这样 现场工作人员瞬间陷入了空前的绝望中 与其说要改哪里 那个 全部 听说阿鼻子要将剧本全部修正 以雷田和哥尔为首的众人惊呆了 雷田更是慌忙告诉阿鼻子 距离正式表演只有20天了 况且自己接到的消息 是剧本已经得到了阿鼻子认可 因此才正式开始排练的 而此时的阿鼻子 则一改刚刚的射恐状态 言辞犀利的坚持己见 我可是已经不知道要说过多少次修正了 因为你们说了 只要实际看表演 就能了解这个剧本有多出色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真的出色那就可以 但现在我看了 我觉得不出色 所以不可以 不行吗 阿鼻子说的雷田哑口无言 编剧哥尔则一脸愧疚地走上前来 为自己没能创作出 让阿鼻子满意的剧本道歉 而后解释说 事前确实已经征询过好几次阿鼻子的意见 自己也尽可能地试图理解 并在剧本中体现原作的意图 如今阿鼻子既然觉得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那自己肯定二话不说 接受意见 随后询问要怎样修改才好 却不了这番卑微诚恳的道歉 不仅没能平息阿鼻子的怒火 反倒是成了他发泄不满的契机 你就是写了这部剧本的人是吗 我事前应该有提出过 希望修正那些地方吧 可您并没有听取意见呢 还问我怎么修改才好 您真的读过动认吗 阿鼻子浑身散发着 与此前截然不同的压迫气场 身为原作粉丝的编剧 则立刻激动地表示 自己当然读过 剧本也是以体现原作魅力 为方向努力的成果 这让阿鼻子更为补悦 读过之后还写出这种东西吗 因素写的剧本里面 禁止些角色绝对不会说的台词 以及角色绝对不会做的行动 也要改变情节倒是无所谓 但是连角色本身都改了 您不觉得这样很失礼吗 我家的孩子才没有这么蠢好吧 阿鼻子不满地控诉着剧本 编剧想解释说 这都是出于舞台剧的兴致考虑 但想了想 还是决定战志挨打 诚恳地表示 自己一定会好好修改 阿鼻子认为有问题的地方 但话还没说完 便被激动的阿鼻子打断了 所以说全部 不管我提了多少次意见 你们从没踩大过 一处都没有 我还以为只是我被小看了呢 看来单纯就是编剧 根本没有理解能力 如果说是在原作基础上 还写成这样的话 那这个作为创作者的品 阿鼻子越说越过分 以至于直接被赖子捂住了嘴 身后的编辑也被吓得不轻 看着创作团队 在自己面前上演闹剧 演员们都颇感无奈 加奈对即将推倒重来的剧本 有些担心 意识到今天 不会再排练的鸡川 则提前离开 而此时依然捂着阿鼻子嘴的赖子 则感慨起了跨媒体创作的麻烦 事实上 原作者和编剧之间 发生冲突的情况十分常见 剧本制作的流程 使编剧先和制作人 舞台导演谈 在此基础上制作初稿 然后经过二稿三稿的修改 最后在接近完成的阶段 交给原作作者确认 阿鼻子收到剧本后相当不满 并当即以怒斥的口吻 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但这些意见 不会直接传到编剧而终 而是经由负责任编辑 传给责任编辑 再由责任编辑 传给版权代理 接着由版权代理 传给制作人或制作人助理 再通过编剧经纪人 传达给编剧 阿鼻子是说话不靠逻辑 全品感觉的人 以至于编辑 都未必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再加上他一聊漫画 就会滔滔不绝 喋喋不休地说 倒霉的编辑 只能把一大堆毫无逻辑 且夹带怒火的话 整理成容易理解的文稿 发给版权代理 版权代理则需要考虑 交涉礼貌问题 只能自行承受自理行间中 透露的愤怒 将意见文案修改到 语气相对温和的程度后 交给担任制作人的雷田 而雷田作为资深舞台剧制作人 看到修改意见后 立刻意识到原作方 对舞台剧一无所知 里面有很多离谱的提议 有些甚至需要 调集新的舞台装置才行 日程上根本就来不及 于是凭自己的专业认知和领域经验 甚至否决了一部分 自认为没必要的意见 比如削减主任工当场 最终 编剧购啊通过经纪人得到的 已经是第六七首的消息 甚至是连文稿都没有的口头意见 购啊虽然觉得这些意见很奇怪 但还是秉持着 既然原作者这么说了 那自然要这么改的原则进行修改 结果阿鼻子收到的 是比之前更狗屁不通的剧本 不清楚其中原有的他 多次抱怨 编剧是不是没天赋 编辑则告诉他 制作方所实际看到的表演 会比只看剧本好得多 这才让阿鼻子勉强接受 这世上根本没有创作者 会希望自己负责的作品不好 哪怕是剧版今天那种 一开始就伴着扑街去的企划 也有导演和加奈这样 希望让作品至少变得能看的演职人员 参与东任剧本每一环的工作人员 都在努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即使大家都希望作品能变好 也难免会因为传达发生歧义 而出现问题 如今随处可见的原作编剧争执 就是种种因素影响下造成的 阿鼻子所展现出的愤怒 绝不是无缘无故冒出来的 而是他对自己提出的意见 屡遭无视的抗议 当然 编剧够也没有理由为他的愤怒买单 在这样繁琐的环节中 任何人都没有错 但所有人都应该承担责任 而这些 现在的阿鼻子完全不懂 此时的他 依然在对着编剧和剧本发现怒火 你看 就比如这里的修改 完全没有展现出角色的聪慧 怎么看都是个蠢女人 岂没有品位 修正也没修到点子上 感觉这个人根本没有理解 什么叫娱乐作品 这样的话 不如干脆把剧本全交给我来写吧 阿鼻子的提议 吓得雷田差点昏死过去 他想让编辑劝两句 结果编辑此时 已是魂不附体 灵魂升天的状态 见雷田不肯答应 阿鼻子直接威胁说 如果不让他自己写剧本 那就撤回这部舞台剧的拍摄许可 被雷田告知 这样会产生几千万违约金后 更是从容不迫地表示 赔就赔呗 此举直接将编辑下的原地复活 藏掉这笔钱要由公司来说 阿鼻子却还是刚刚的态度 老娘有的事钱 于是编辑只能拜托吉田 以阿鼻子提出的方式合作 雷田则为难地表示 自己不能蹭一下决定 毕竟还得顾及编剧的颜面 于是阿鼻子又提出 自己不需要剧本稿筹 该拿的钱和署名都照常给够了 自己唯一的要求就是 请他再也不要和这部剧扯上关系 这样子情感的阿鼻亚 不禁对赖子吐槽 说阿鼻子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赖子则尴尬地表示 漫画家里这种固执己见 而又缺乏社会性的人并不少见 阿鼻子更是属于这种类型中 比较极端的例子 此后阿奎亚又询问编剧 哥尔要不要辩解或争取一下 毕竟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会被踢出局 哥尔则苦笑地表示 这已经是没办法的事了 编剧这个工作的地位 其实比大家想象的要低得多 只要上到一句话 就能轻易被撤换 像现在这种情况 算是常有的事 就算认真努力想去写一部好作品 一旦与原作喜好不同 也会被恨得咬牙切齿 最后成品一旦失败 就会被粉丝当成战犯口诛笔发 就算成品有趣 也会被归结为原作过硬 狗拍都行 而且啊 我们有时还经常会被制作人 要求乔猜其喜好 被大手事务所施压 增加演员戏份 即使如此 也必须要顶着这些因素 写出让作品能够成立的剧本 所谓的改稿 就是地狱般的创作呀 狗娃心酸的抱怨 让赖子和阿窥亚心里 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此后 狗娃拜托雷田 将自己的名字 从演制员表中去掉 并表示 这涉及到自己的自尊 把别人写的东西 当成自己的剧本发表 实在是无法接受 雷田却困扰地表示 演制员名单已经公开发布了 如果重新印刷 会涉及到成本问题 并肯定了狗娃的才华 和其撰写的剧本 拜托他就当成一次事故 接受现在的状况 而狗娃也不想给剧组多天麻烦 只能委屈接受 还强烟欢笑地告诉雷田 遣了自己这么大人情 改天一定要请客吃饭 雷田也不停道歉 连连答应 就这样 因剧本引发的企划破产风波 算是暂时平定了下来 回到家后 狗娃看着眼前的东人漫画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这是他从第一画就开始追的作品 因此就算和其他工作日常重合 他也咬着牙结下了这份工作 为了能让它成为一出好戏 狗娃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的创作 无论是深夜极点 收到原作意见的他都会立刻开始修改 再怎么棘手地要求 他都会绞尽脑汁地解决 甚至有时会舍不得睡觉 然而 狗娃倾尽全力创作的剧本 换来的却是原作者 对自己专业能力与品位的质疑 想到这里 狗娃流下了不甘的泪水 由于剧本作废的缘故 今天一通知演员们排练暂停 等新剧本完成之后再重新开始 赤音和其同事花野牙医得知这一消息后 不仅感慨事情变得麻烦了起来 毕竟原作者没给出许可的戏目 不能擅自演出 赤音觉得排练中断很难办 因为这次的舞台剧所采用的是环绕型剧场 自己还是希望排练时间能多些 就在这时 阿窥亚突然一脸平静地 问出了一个让赤音和牙医同时绷不住的问题 啥是环绕型剧场 对于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参与排练的阿窥亚 赤音感到十分震惊 牙医更是断定阿窥亚对舞台毫无概念 事实正是如此 在阿窥亚看来 戏剧舞台基本都是一个样 这种看法令牙医十分无语 赤音则被气成了包子 不满地询问阿窥亚 是不是不怎么喜欢戏剧 而她得到的回答是 啊 被发现了吗 阿窥亚告诉赤音 准确地来说自己不是不喜欢 而是不会很积极地去看 在她看来 戏剧表演每次切换到下一幕 都要重新布置舞台 导致节奏很拖沓 可动式的舞台装置又显得很简陋 而且戏剧特有的夸张演技也让人跟不上 同样是打发时间的话 还不如看表现手法更加到位的影像类作品 对于阿窥亚的这番话 赤音倒是毫不意外 毕竟这确实是长年以来一直被反复提及 戏剧本身确实要克服的课题 赤音承认戏剧在今天已经成了西洋文化 但阿窥亚的想法也确实很过时 如果是作为演员的话 抱有这种想法就更令人困扰了 在确认阿窥亚没在环绕式舞台看过戏剧后 赤音向她提出了邀请 难得空出时间来了 咱们稍微约个会吧 就剩这个机会让你好好体会一下 戏剧可是比影像更高级的体验性娱乐哦 就这样 阿窥亚和赤音的约会开始了 赤音选了一部很有人气的剧目 与阿窥亚在环绕型剧场中入座 戏剧正式开幕 只看过传统戏剧的阿窥亚 终于见识到了360度的立体环绕屏 能够打开的屏幕 时不时有风吹来 四地电影般的体验 随时的阿窥亚就像是进了大观园的刘老了 无时无刻不再刷新认知 即使戏剧落幕 她的心情也久久不能平静 见此情远的赤音分外喜悦 联盟的阿窥亚体验如何 阿窥亚一本正经的回答说 比自己想象中有去五十倍左右 比如直接当显示平庸的帷幕 就让她十分吃惊 有了这个 在戏剧中就能随时使用影像表现 赤音则得意的插话说 人们现在时常说 故事拉开了帷幕 但现在这个说法早就过时了 阿窥亚也立刻接过话茬 称现在的说法 或许是故事打开了显示屏 并得到了赤音的认可 随后又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自己的这次观看体验 说最让人惊讶的是 观众席本身也可以360度旋转 这样一来 舞台本身都可以同时准备好几个 这样就可以迅速在幕与幕之间 无缝切换 戏剧本身的结构性缺陷 就这样在物理层面得到了解决 还不止是这样 观众席的旋转构造 也能当作一种表现手法使用 能在戏剧这种体材中 做到的事也就大幅增加 由于演出手法变得更具冲击力了 演员的表现也不可思议地变得更有感染力 剧情的编排也相当喜恋 快到这里 阿窝亚突然觉得自己专业词汇有些贫乏 于是老老实实地表示 总而言之超级棒 还说现在自己知道赤音说的体验性娱乐是什么意思了 这的确是光凭影像无法传达的体验 而一旁的赤音早已绷不住喜悦 以至于阿窝亚不禁吐槽至于这样吗 嘿嘿嘿 因为人家一直担心能不能让阿窝亚军享受戏剧嘛 心里一直很不安的嘛 我就知道阿窝亚军是能欣赏到的 我好高兴 当然了 这里也是日本最豪华的剧场之一 其他地方的戏剧 大部分还是跟阿窝亚说的那种差不多 不过如果今天的体验能让你明白如何享受戏剧的话 那我会超级开心的 怎么说呢 态度变得积极点了吧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毕竟阿窝亚军本来就是专攻影像方面的 赤音说着说着 雷田突然从二人身后出现 见到雷田的二人十分意外 问他为什么在这里 雷田则表示 刚刚那部戏剧就是自己负责的 每当他情绪消沉的时候 都会来这里看看观众们的表情 因为观众的表情是最诚实的 看得开心就会喜笑颜开 觉得微妙就会面无表情 这些都会成为雷田干家的来源 从这一点上来看 阿窝亚军的表情就很棒哦 大树我也开心起来了呢 雷田的话让赤音也产生了兴趣 让阿窝亚再做一遍刚刚的表情 阿窝亚则立刻背过身去 坚定拒绝 见眼前这对公开情侣如此恩爱 雷田怀疑自己一不小心当了电灯泡 赤音则连连表示没有 随后阿窝亚问起了东任剧本的情况 雷田也如实相告 说自己今天就是因为 要和出版社碰头才过来 原作老师阿鼻子似乎十分固执 无论如何都坚持换掉勾 自己写剧本 对此 阿窝亚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看完刚刚这场舞台剧的他 觉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哥尔的剧本 是一把剧场的长处 全部活用起来为前提写的 就算有点作作的大端才思 在这个剧场也可以很有感染力 原作者阿鼻子 恐怕和看过这部戏剧前的自己一样 对剧场和舞台方面的事情一无所知 多半会以在高中体育馆表演的感觉 来写剧本 今天看的舞台剧 是将剧本和舞台装置 高度结合起来的专家手笔 不管阿鼻子是当红漫画家 还是什么也好 在舞台剧本方面 只是个外行人 不可能写出高水准的作品 对于阿窝亚的看法 雷田深表认同 虽说这方面的问题 也会由我们想办法来弥补了 不过你注意到了吗 今天这部剧也是给我写的 它可是很优秀的 不仅发自内心喜欢戏剧 还很好学 改搞时也会很有毅力地奉陪到底 只要是它负责剧本的舞台剧 每次都能让观众们 满面笑容地从剧场中走出来 其实真的是 不想换掉它 雷田越说越沮丧 并突然陷入沉默 直到赤银询问他 还有别的办法吗 才突然回复到日常样子 大声抱怨很难办 他们的立场也没有强盗 能在大出版社面前 做到什么的地步 但是 现在能做点什么的 也只有雷田先生了 阿窝亚的话 让雷田若有所思愣了一下 随后缓缓露出微笑 并说了一句 这倒是没错 就这样 雷田告别了赤银和阿窝亚 赤银和阿窝亚 则继续聊起了编剧《够恶》 赤银坦言 如果从原作立场上去看 自己也会对《够恶》的剧本 存在或多或少的不满 但从剧本本身来讲 《够恶》的创作 无疑是十分优秀的 这也是自己会照着眼的原因 阿窝亚认同她的说法 并表示不管是原作者还是编剧 都有各自的主张 问题在于 他们之间存在着沟通不良的情况 如果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 就有成为一部更好作品的可能性 毕竟今天也让我看了一部很棒的剧嘛 怎么说呢 作为今天这番感动体验的回报 就让我来小小的推上一把吧 阿窝亚这样说着 逃出了手机 东人舞台剧 因原作者阿鼻子对剧本的不满 而暂时停止彩排 此时与阿鼻子在一起的赖子 聊起了这件事 知音剧方现在似乎很困扰的样子 问阿鼻子要不要多体谅些他们 对制作现场再多一点信任 也没什么不好 阿鼻子则当即拒绝 还以赖子的亲身经历举例反驳 说今天就是因为赖子太过体谅巨方 全面信任制作现场才变成了成片那个样子 这令赖子顿时无话可说 我觉得这世界上的作品中有九成都是用作 换句话说 这世上的创作者九成都是三流水准 所以能信赖的就只有自己的才华而已 老师您就是太信任别人 要不您下次也试试态度强硬一些 阿鼻子坚定地说着 赖子也只好随声附和 但心里的想法却颇为苦涩 因为他知道 阿鼻子之所以能说出这种话 是因为他是天才 在这之后 赖子接到了阿鼻亚的电话 阿鼻亚说想带今天祖和赤音拜访赖子 赖子也欣然应允 并热情地招待来家里做客的四人 准确地来说是三人 非今天祖的赤音对自己一个无关人事业来 道扰表示道歉 赖子则表示完全没关系 自己很高兴看到赤音 于是赤音和大家一样参观起了赖子的工作台 说这是自己第一次来漫画家家里 此时身旁的梅尔特立刻表示俺也一样 加奈则故意大声告诉大家 拍电影时自己去过好几次 于是房间内突然出现了两股杀意 一股来自梅尔特身后的赖子 一股来自加奈身后的赤音 梅尔特完全没意识到针对自己的杀意 还在赤音和赖子聊电子化的漫画 已经成为主流的时候插画 又是感叹漫画家真厉害 又是询问赖子是不是作画和剧情都要自己想 被赖子一脸嫌弃地回答后 才跑去阿奎亚身边哭诉 说赖子老师只对自己一个人特别冷淡 阿奎亚也毫不留情面地表示 人家心里想的一定是亏你还好意思跟着跑来 聊了一会儿后 赖子拿出了啤酒 并在号召干杯之前 询问起了大家的年龄 发现他们都是十六七岁后 产生了一种想死的冲动 随后只能在阿奎亚 原来您是个酒鬼的吐槽中 独着了起来 赖子边喝便与家奶聊天的时候 阿奎亚和赤音说起了悄悄话 赤音问阿奎亚 之前不是说要帮够啊 这跟赖子老师家有什么关系 阿奎亚则告诉他不仅限于漫画家 但凡作品一度热卖过的创作者 基本上都是下意识地觉得 老子实力天下第一的人 不仅编辑的话不怎么会听 周围的人也全都变成些 光会拍马屁的家伙 以至于创作者 最终完全听不进去他人的劝告 这种情况下 唯一还能听进去的 就是同行的建议 如果建议的人是前辈或者师父的话 那无疑会更加有效 阿奎亚正是觉得 只有赖子才有可能说服阿鼻子 才来此地拜访他 他本想拜托赖子 邀请阿鼻子也一起来 但由于阿鼻子是周刊连载漫画家 与时常有空闲时间的赖子不同 确实没时间前来 就连前些天探班彩牌 也是千方百计几出的时间 回去后就立刻继续赶稿了 赖子告诉大家 周刊连载这种事 基本上来说就不是人干的 是只有把自己脑子 改成周刊形状的士兵 才能干得来的工作 如果不是连约会的时候 都会不由自主开始思考 现稿事情的那种人 根本就做不来这个 而且阿鼻子现在 必然也是格外忙碌的时期 每当遇上动画画之类的事情 就会有很多 逐逐非话不可的彩色插画 或者需要原作者 监修的衍生作品之类的 要忙的事情可以说是堆积入山 聊完阿鼻子繁忙的工作 痴音又问起赖子 是什么时候和阿鼻子成为朋友的 于是赖子说起了 自己和阿鼻子的相识过程 嗯 连载今天的时候 他还在我这里当助手吧 从以前开始 他就是个有点怪的孩子了 不太擅长和别人搞好关系 即使是跟其他助手 也几乎说不上话 唯独在谈到漫画的时候 会变得滔滔不绝 同为漫画家的话 只要读了别人的漫画 就能看出来作者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了 说到这的时候 痴音表现出了很强的兴趣 追问是怎样看出来的 于是赖子耐心地告诉他 基本上从画里就能看出来 比如哪些地方特别执着 哪些地方比较偷懒 毕竟漫画本身 就像是打包起来的 裸下墨迹测试 自己看了阿比子的作品后 就立刻明白 他是那种想要和他人 互相理解 但却因为无法做到这一点 而深陷苦恼的人 所以我就试着 主动一点接近他 结果他也变得 和我亲近起来了 还是挺可爱的呢 不过嘛 在那之后 他就一下子确定了 要在周刊跳跳连载 转眼间就成了 大卖的漫画家了 一眨眼的功夫 就被他甩在身后了 因为他是都没有品尝过挫折 就走红的类型 当然会觉得 自己的意见绝对正确了 赖子有些无奈地感慨着 赤音则继续追问 难道编辑不会制约阿比子老师吗 对于这个问题 赖子告诉大家 编辑只有两个工作 还让大家猜是什么 艾奎亚率先抢达出了 第一个答案 让作者能够创作出 大卖的漫画 众人则七嘴八舌的 猜测起了第二个 有猜宣传的 也有猜欠字的 最终 赖子以创伤应激 后遗正般的表情 说出了正确答案 让大卖漫画不会完结 并且是说 摇签树连载的完结 甚至会影响 杂志整体的价值 而正在进行跨媒体 计划的作品 就更加不能完结了 因此对作者 进行精神层面的呵护 也是编辑工作的一部分 于是到了最后 编辑就不得不变的 像任性作家的保姆一样 结果就是 大卖漫画家越来越骄横 一边把忙碌当借口 一边越来越任性妄为 蛮不讲理 说到这里 嘉奈脸色 突然变得极其难看 还说自己稍微有点想死 因为这类事 他切身体会过太多 甚至周围只有马屁精 是不行的 这样走红之后 必然自信爆棚 变得目中无人 就连身边的梅尔特 也深有体会 就在二人对自己的经历 痛心疾首之时 赤音终于对赖子切入正题 请求他帮忙说个情 不要让阿比子撤掉编剧 听到这个请求的赖子 先是一愣 而后想起了阿比子 之前说过的话 这世上的创作者 九成都是三流水准 所以能信赖的 只有自己的才华 赖子并不完全认同 阿比子这种看法 对阿比子的感情 也有些微妙 赖子清清楚楚的记得 阿比子当自己助手时 稚嫩的样子 记得他告诉自己 连载漫画动画画时 脸上的喜悦 当时的赖子 无疑是发自内心的 恭喜阿比子 为他感到高兴 再之后 阿比子漫画销两标绳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的消息 频频传来 看着他在走红的道路上 简行渐远的背影 身为同行的赖子 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嫉妒 但即使如此 阿比子还是将赖子 当作启蒙老师 赖子也始终都是 阿比子最坚定的同伴 因此他拒绝了赤银的请求 阿比子老是这种 因为原作被随意扭曲 而心生不满的心情 我是非常能体会的 我啊 其实很不擅长 批评别人的工作 所以在跨领域 媒体喜化的时候 会是那种倾向于把事情 全都交给对面的撒手主义者 但内心的想法 其实和阿比子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希望对方能带着爱意 去善待自己的角色 毕竟作品里的角色 就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不起啊 我也知道 舞台剧的日程很紧 但在这件事 我大概还是帮不上忙的 赖子委婉地拒绝了 赤银和阿奎亚的请求 阿奎亚也没有死缠烂打 只是拜托赖子 帮自己将一个信封 交给阿比子 而此时的阿比子 正在家中疯狂赶搞 似乎真的快赶不上 交稿日期了 接受阿奎亚委托的赖子 来到阿比子家拜访 发现他此时仍在赶搞 看到赖子来到房间的阿比子 并没有停下画笔 而是边画 边为自己没法迎接道歉 赖子也意识到 昨天才是解稿日期 也就是说 阿比子其实已经是 逾期交稿了 随后吐槽起阿比子家 脏乱得一塌糊涂 助手根本没法上门 结果被阿比子告知 他早就开掉了所有助手 因为助手们不管怎么说 都无法配合自己的画风 画的背景表现不出感情色彩 比起没完没了地给他们修正 还是自己画更快 由于两个月前就辞退了所有助手的缘故 阿比子现在每天大概只睡两个小时 今天更是因为逾期而没办法睡觉 得知这些的赖子严肃地警告阿比子 这样下去真的会死掉 就算不死也会抑郁休养一条龙 以至于以后再也没办法用原来的速度画画 阿比子却表示死了倒是挺好 毕竟下周还有彩业 但基本加业也非话不可 工作多的做不过来 又在赖子的提醒下 想起来还要亲自写舞台剧剧本这回事 见阿比子如此凄惨 赖子决定客串一下他的助手 帮忙填充背景 发现阿比子美化的作画量和作画密度极其惊人后 更是边画边劝告阿比子趁早再找个助手 但遭到了阿比子的拒绝 阿比子称 无能的责编也这么劝自己 但并没有带来什么能派上用场的人 还抱怨高质量的人才 都被送到了老字号作品那边 于是赖子又告诉他不要太挑剔 助手是需要慢慢培养的 结果又被阿比子反驳 说根本没有那个时间 自己也不是没想过培养助手 但稍微批评的严厉一些 他们就辞职了 你那绝对不是稍微的程度吧 虽然我也知道你是对作品质量很讲究 但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不行的哦 你啊 或多或少 还是要在作品上妥协一点 在生活中 过得稍微有点忍耀吧 对于赖子苦口婆心的劝道 阿比子完全没听进去 只愿作品一旦妥协 就会瞬间被读者抛弃 赖子也继续表示 才没有这种事 只是阿比子做法有问题罢了 就这样 二人的对话逐渐变成了争吵 越来越不耐烦的阿比子大喊 老师年幼懂什么 赖子也依旧坚持态度 称自己至少知道这是错的 还说阿比子现在 完全就是把作品当成人质 来逃避正常的沟通 怎么看都不过是把自己 没能做好的地方 怪罪到别人头上 这样的做法最后只会把自己脖子上的绳索 越来越紧 而这番话彻底激怒了阿比子 我再不要被幽灾幽灾 画着月刊的人这么说 这种话能不能请您 自己也卖出去五千万本再说 我这边就是在那种层面上战斗啊 每周都是在沉重的期待中 拼死拼活地干下去 阿比子的话 让赖子立刻沉默了下来 许久后才缓缓表示 阿比子也变得能说回到了 毕竟在现在的业界 能反驳阿比子这番话的漫画家 几乎不存在 但即使如此 赖子还是回怼了过去 确实 我没有你那么惊人的销量 但是真的不好意思 我画的漫画比你的更有趣 你这种纯片个人天赋 以耳目一心为卖点的漫画 虽说的确能给读者带来新鲜感吧 但也就到此为止了 从本质上来说 根本不能算极乐作品 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 又是这种误以为讨好读者的剧情展开 就是趣味性的自称专业人士的评论 一心以臣服的老掉牙套路 当王道的老古董 最近的东人可不就是你说的这种情况吗 自从十二卷左右开始讨好读者 那之后的剧情 说实话就已经很微妙了 刀鬼和剑衣的CP算怎么回事 不就是屈服于角色人气中途插入的半吊子展开吗 你不是也在画这种半吊子漫画吗 赖子毫不留情的批判直处阿鼻子软肋 以至于刚刚还气势汹汹的阿鼻子 一下子绷不住情绪 无助的抱怨赖子说的好过分 解释自己也只是想回应读者的期待 赖子则乘胜追击疯狂输出 嘲笑阿鼻子这个漫画家大爷 也会在读者意见面前卑躬屈膝 还问阿鼻子是不是忘了谁教他话的漫画 而被嘴的眼泪直流的阿鼻子 也抓住这一契机展开新一论反击 老师您不也是 当年的锐气都被磨平了吗 前天电视剧我可是看了的 惨到那个分上都能容忍 您是已经没有职业自尊了吗 阿鼻子的反击同样戳进了赖子的废管子 却不了这番话 反倒是彻底解除了赖子的封印 让他进入狂暴模式 结合亲身经历更加严厉的教育阿鼻子 赖子说每个人都在拼尽全力的完成工作 要是都能大成功自然很理想 但事实往往没这么完美 被人习惯捧成天才的阿鼻子可能已经忘了 无论哪个漫画家 每三部作品里总有两部会无聊得很 明明自己的成功率只有三分之一 却对别人的工作抱有百分之百的严格要求 这未免想的太美了 但是老师还是太放人俱方了 要说的话确实是这样 但就算是我也有好多事情没办法好好做到 毕竟我本质是个阴暗角色呀 老师算阴暗角色我又算什么 要是没有漫画的话 我就只是个适应不了社会的家里蹲罢了 不是吗 我可是听说了 老师您不是把主缘的演员叫到自己家里聚餐了吗 太奸诈了 根本就是阳光角色 这件事情自己也做得到吧 怎么可能做得到啊 我才没有办法像老师一样好好跟别人相处啊 甚至其实也想和大家一起 够了 别哭哭啼啼的 赶紧给我闭上嘴继续描写 老师您才是 上次画背景是多久以前了 要是透视画歪了 我可是会让你重画 别小看人 你以为我当了多少年是野漫画家 就这样 二人继续边画边炒 并成功在天亮教稿 何须的阳光 散在两个筋疲力尽 如同尸体般的漫画家脸上 不一会儿 尸体们又开始了对话 每次我都会有种疑问 每周都觉得 这次真的要完蛋了 结果最后还是莫名其妙地赶上了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毕竟再怎么样 我们也还是商业漫画家 该有的矜持还没丢呢 老师您那里每次到解稿前 也一样过分呢 动不动就从上午九点 一直干到深夜四点 今天的时候 确实很对不住你们了 现在已经算是 相对良心的职场了 我也说声对不起 因为睡眠不足 还有因为同事在家干别的事情 脑子里乱糟糟的 说了好多过分的话 没事了 我也有责任 你那些话要是对别的谁说了 神家肯定会光速跟你绝交的 你可要注意点 聊到这里的阿鼻子 眼角缓缓地下泪珠 他询问赖子 如何才能和人好好相处 赖子也耐心地告诉他 要多体谅别人 互相多让一步 快媒体喜化 是和他人一起进行的共同作业 说白了就是仅靠自己 做不到的集体作品 无论这类作品的成品质量如何 都完全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原作 因此只要带着质量很高 就是中大奖的心态就行了 这种要看开的事情 还是看开点比较好 但即使赖子这么说 阿鼻子还是坦言 自己十分讨厌今天电视剧 因为赖子的作品 明明要厉害得多 看着阿鼻子真诚又可怜的样子 赖子不禁想起了 他刚入行的时候 当时刚踏入这行的阿鼻子 谦虚地表示 自己还并不是特别擅长画背景 但会尽力而为 还告诉赖子自己是他的粉丝 今天是世界第一的漫画 而自己的梦想 就是成为像赖子一样的漫画家 就在赖子回忆二人出狱的时候 阿鼻子的声音打断了他 喜欢的作品被玷污 是最最讨厌的 这种感受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阿鼻子淡淡地哭着 而后睡了过去 剑子情景的赖子 则温柔地帮他盖上了被子 真是的 想到的事情不经大脑就说出来可不好 真是个笨拙的孩子 来到阿鼻子家拜访的赖子 将阿奎亚给的信封交给了阿鼻子 信封内是一张舞台剧的票 听说这部戏剧可以作为剧本撰写参考后 阿鼻子抽出时间来到剧院 观看了此前阿奎亚和赤音一起 看的那部舞台剧 负责任雷田也立刻得到了消息 于是连忙吩咐助手 一定要恭恭敬敬地把阿鼻子请来 就这样 雷田与阿鼻子的交涉开始了 哎呀 真没想到老师您会亲自赏光呢 明明只要您开口说一声 我们就会准备好票的 我们的舞台剧您感觉如何呢 雷田诚慌诚恐地说着 被阿鼻子称赞舞台剧很棒 对其剧本撰写很有参考价值后 更是满脸产媚 谎称自己十分期待阿鼻子亲自写的剧本 能由原作者撰写剧本 想必所有人都会高兴 就在此时 阿鼻子的画突然从心脑海中闪出 现在能做点什么的只有雷田先生了 想到这里 雷田缓缓收回鹅鱼奉承的表情 面色严肃地对阿鼻子提出了交涉请求 老师 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我现在正在一个非常为难的立场 如果今后不能继续跟出版社 保持良好关系的话 我很难再争取到工作 而且在著作人身权当中 也有着叫做保护作品完整权的条文 如果没有老师您的许可 我们是绝对没有办法演出东任舞台剧的 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您零所当然的权利 正因为如此 您才需要在心里记得这一点 老师 您写的剧本是真的真的有可能 就这么原原本本被采用的 雷田一罕见地认真态度说着 但却还是没能左右阿鼻子的决定 阿鼻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表示 自己完全可以接受 这样雷田不得不把话说得更明白些 不不 还请您稍微考虑一下 反映老师您写的剧本很糟糕 为了确保能控出演员们的排练时间 也是有可能就这么直接采用的 假定现在有个天才小说家在这里 这个人第一次画的漫画分镜稿 有可能是一百分吗 舞台剧本也是一样的 再怎么天才的漫画家 也是不可能一上来就写出最棒的舞台剧本的 但是 如果您搬出保护作品完整权来 我们也有一定的可能性 就这么一字不差的采用 那样的话 想必就会变成一出水准一般的拖沓剧目了吧 听了雷田的话 阿比斯的第一反应是他在威胁 雷田却表示彼此彼此 还气势满满地说 区区这种程度的交涉 自己不知道进行了多少回了 他要保护的是一百多人的饭碗 为此就算让他去给一两个老头子 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其作为负责人的觉悟 这番觉悟也着实惊到了阿比斯 就在阿比斯反复思考自己有没有听错 雷田要给老头子干什么的时候 雷田突然告诉他 今天这部出色的舞台剧 编剧就是够啊 拜托阿比斯再试着相信一下这位编剧 阿比斯也在此时想起了赖子前几天 刚刚给他讲的为人处事方法 多体谅些别人 随后决定就再相信专业人士一次 带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与编剧Go直接交流 拒绝第三四五六七八方传话 就这样 在雷田的主持下 阿比斯和Go通过将文本上传到云端的方式 进行实时分享 一边视频通话 一边现场修改 雷田作为制作人 最多只能允许到这个地步 事实上 以中介者来说 这样的做法无疑是下下策 二人就此关系更加恶化 导致整个企划告吹的事情十分常见 到了这种情况 接下来作者与编剧的关系发展 只能听天有命 不过事已至此 雷田认为 反正状况也不会变得更糟了 索性就放手一搏 但除此之外 他其实还有一件十分担心的事 这件事此时正在发生着 这里和这里直接删掉也可以 取而代之的事情 在这里补上这样的台词 但是这样的话 会不会太偏离原作剧情了老师 没关系的 最重要的是保持角色核心 只要这根支柱没有歪 那么不管怎样都OK 原来如此 感觉稍微能看出 老师的容许程度在哪了 这样的话 这里这样改如何呢 可以可以 你这不是很懂吗 这里的话要改成这种感觉 诶 这是为什么 如果不了解舞台构造的话 要直观理解这里的意图 可能会有点困难 这里会在转按之后 移动大屏幕 这里会跟着角色的心情变化起来 哦哦 原来如此 就这样 阿鼻子和高尔 一团和气地享受着创作 二人取长补短 交流各自的行业心得 还会边创作边闲聊 社工的阿鼻子羞涩地称赞 高尔的舞台剧 说自己十分喜欢 希望高尔能将动任的舞台剧 写成这种感觉 听闻此言的高尔先是开心的哈哈大笑 而后表示 如果这样写的话 整体气氛可能会大幅改变 阿鼻子则表示完全没关系 让高尔放手去做自己擅长的事 就这样 二人的创作氛围越来越嗨 那么这里用舞台效果表现就好了 这里也不重要 那这句台词删掉好了 这里也不需要 那也删掉 啊 这里是不是也可以唇高演技之称 哈哈 你也越来越懂了嘛 那删掉删掉 这里也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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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这里 都闪了都闪了 哈哈哈哈 就这样 在两名优秀创作者的才华碰撞下 新剧本完成了 阿鼻子满眼期待的称赞购尔 创作了一部相当棒的剧本 还说眼前已经浮现出了 演员们表演的画面 雷田则满脸绝望的找购尔要解释 购尔也只好颇为抱歉的告诉他 自己写着写着写嗨了 同时强调 阿鼻子老师相当中意这一版 没错 这就是雷田十分担心的情况 创作者一旦团结起来 就很容易搞出极端的作品来 眼前的这两个家伙就是如此 考虑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进一步修改 而且从剧本上来看 这部舞台剧如果进行的顺利 必定会成为一部惊人的作品 雷田决定原封不动采用这版剧本 并与演员们一同承担起这份压力 接到剧本的演员们反应各不相同 击穿十分淡定 齿音喜出望外 梅尔特深感绝望 阿奎亚面露难色 唯独有马加奈表情十分复杂 真是的 还真是改出了一个不得了的剧本 说明台词大段删件 近这些必须只靠动作来设法表现的场景 这不就是把一切都堵在了演员的演技上 把得分机会全版尾扔过来的胡来剧本吗 也就是说 万一失败了的话 责任就会全都落在我们头上 这下子甩过来的担子 会不会太重了点啊 佳奈的话里满是抱怨 但眼中却充满了期待 经过了种种波兰曲折之后 原作者和脚本家的争端终于告一段落 随着剧本的平安完成 排练也正式重启 接下来便是考验演员的时刻 对于阿鼻子和购娃合作的任性剧本 演员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加奈直言这种要求使出十二分演技的剧本 想要好确实蛮难的 鸡川则表示自己没啥问题 倒不如说之前有点放不开手脚 赤鹰更是在读完新剧本后面露喜色 因为这次的翘鸡终于对上了她的解读 甚至在剧本里还能发掘出角色新的一面 让赤鹰下定决心要好好研究研究 事实上 以鸡川赤鹰为首的啦啦啦剧团的演员 都更擅长这一版剧本的表演 在他们看来 用上身体来表现才算是真的在使用演技 由于经常和购娃编剧合作的缘故 剧团演员早就习惯了购娃编剧的坏习惯 并掌握了应对这些的诀窍 因此看到新剧本的众人 都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三田继夫更是放话说 正是证明谁才是剧团啦啦啦真正顶脸的机会 然而 此时的迪木组男演员却是另一番风景 除了专业2.5次元演员压志田依旧谈销自作外 阿奎亚和梅尔特都面露难色 尤其是梅尔特 他绝望地向阿奎亚抱怨 这根本没法演 离正式上台只剩半个月 感觉完全来不及 还说只有自己会拖后腿 这种情况对于阿奎亚来说只是小菜一碟 但阿奎亚却否认了这个说法 因为他很清楚 自己这次也不太行 排练开始了 啦啦啦剧团演员们在新剧本的表演上都由人有余 阿奎亚则在表演时被金田依打断 金田依告诉阿奎亚 对待自己的重头戏要再认真一些 这里是故事中的高潮 在战斗中 乔姬身受重伤倒下 刀鬼立刻陷入绝望 而接下来乔姬奇迹般苏醒 刀鬼应该是在不安中得到解脱 带着强烈喜悦和希望的情感 金田依觉得阿奎亚虽然忠实还原了这一幕 但这是舞台剧 只有表演出更加强烈的感情 才能传达给观众 因此需要用情感演技来实现 而这正是阿奎亚所缺失的技巧 休息时间 赤音安慰阿奎亚说不用太着急 毕竟这是第一次挑战舞台表演 肯定很难拿捏平衡 只要慢慢调整就没问题 缺不了话还没说完 便被走来的加奈打断 加奈毫不留情地表示 赤音这样浇灌阿奎亚是不行的 而后只言不讳地询问阿奎亚 是不是没有使用情感演技的经验 还侃侃而谈地表示 演技这东西说到底还是会体现出每个人的性格 阿奎亚是平时就不怎么显露出情感的人 所以演技里也看不出什么情感来 他只会用一种表演方法 那就是模仿自己曾经见过的范本 然后忠实地再现 听闻此言的赤音离可讽刺加奈 说他好像很了解阿奎亚一样 缺不了这番话 竟助长了加奈的士气 那是自然了 毕竟现在在这里的人中 跟阿奎亚交情最久的就是我 这也是没办法嘛 毕竟我们是从只有一点点大的时候就认识了呢 实质上已经等于是青梅竹马了吧 跟最近才刚刚认识的业务女友 自然不能混为一谈 加奈的话将赤音砌成了包子 阿奎亚则面无表情的吐槽 重逢其实只是前不久的事 而加奈已经进入了反省模式 觉得自己刚刚对阿奎亚说的话有些过分 但如果自己不说 可能真的没人会告诉他这些 事实上 阿奎亚对此也十分清楚 他知道加奈刚刚的评价十分精准 自己就是用不出情感演技 也没办法像其他演员那样顺利激发出情绪 在任由眼泪流出来的情况下表演 于是主动向加奈请教起了哭戏 加奈也立刻开心地讲了起来 嗯 要说的话 例如情感激发和体感激发等等 各种各样的手法都有吧 不过在儿童演员的世界里的话 最常用的就是 阿奎亚菌 如果你妈妈死掉了 你会怎么样 就像这样 把眼前之物想象成是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从而让自己哭出来的手法 在这次的戏码里的话 刀鬼因为看到翘机并没有死 所以沉浸在了喜悦之中 这样的话 一边回想开心的事情一边表演 应该就行了吧 就算是你 也总会有那么几件开心的事吧 加奈滔滔不绝地给阿奎亚 讲述情感表演技巧 完全不清楚 自己究竟踩了多大的泪 阿奎亚则呆呆地站在原地 努力在脑中检索开心的事 他想到了与纤练同伴们 一起录节目的时候 想到了与加奈重逢后的相处 但这些都不足以激发出他的情绪 直到想起了 新生毕小婷的第一次表演 才露出了由衷的幸福笑容 然而 同一时刻 阿奎亚心底的阴影 也具现化了出来 那是前世五郎的脸 你在这儿开心个什么劲 别忘了 你没有救到他 你没有开心的权利 五郎的声音 领阿奎亚回到了爱被刺杀的那天 就这样 阿奎亚失魂落魄地 倒在了加奈和赤音面前 借记下来 阿奎亚在2天 倒在这儿开心的阴影 2地装 感谢观看